你好,我是Mira 今天的星光祝福冥想 我要分享来自宇宙意识的智慧讯息 你可以闭上眼睛聆听 或者在生活中当作背景音播放 让祝福进入你的潜意识 重新调整能量 现在想像你正光着脚走在这夜晚的海滩 听着海浪的声音 踏着脚底下的沙子 你感到非常自在与平静 深呼吸 想象将这纯净美好的能量吸入身体 呼气的时候 将你体内沉重的压力释放出来 让它随着微风飘散 你在微风中 闻到了茉莉花的香味 好清新优雅 让你感觉好放松 你决定坐下来 抬头看着满是星星的夜空 夜空中一闪一闪的星星 就像钻石般 在这深紫蓝色的夜空中 向你传送疗愈的光芒 现在 你在星空之下 你在星空之下 接受祝福 宽恿意味着 宽恿意味着用光照亮阴影 来自上身指南 意者 光之天使 在星空之下 宽恿意味着用光照亮阴影 宽恿意味着用光照亮阴影 用源头之爱的治愈光芒穿透它 它是将所认识或感受到的痛苦提升到一个新的意识领域 以超越任何形式的二元性 它是用一的眼光去看待存在的一切 在没有谴责或者羞愧的情况下 疗愈所有创伤 无限的温柔的爱的力量 从源头本身散发出来 化解所有因为无觉知 恐惧和分离信念 所造成的痛苦和不平衡 所有曾经伤害过你们的人 他们的心也是破碎的 生活在很多地方刮伤过他们 让他们陷入更深的阴影 随着你们的成长 你们很清楚 分离并不存在 你们都是一体的 只是在体验的过程中 根据意识水准和每个人的振动特征的不同 表达出来的行为不同 原谅自己 也原谅所有人 你们的灵魂安排你们相遇 为了帮助你们双方的提升 记住这背后的光 而不是陷入批判和指责 现在就练义这个神奇的治疗 从你们做起 从你们的细胞和你们的所有能量体中 去除否定 拒绝 拒绝 遗弃和羞耻的痕迹 所有让你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的情绪 带着爱 放开所有惩罚和自我惩罚的行为和逻辑 因为你们在不知道 他们并不是你们本质的情况下应用他们 他们只会让你们陷入旧矩阵 想要看到的分离和不平衡 今天 你们每个人都被邀请 从累积的虚假的旧城市设计中解脱出来 这些旧城市设计积累 复制 在你们的人生中无数次的回圈 现在 很多事情的发生 都是为了让你们看到内在的阴影 你们这一次需要鼓起勇气直面 你们痛苦的真正原因 你们的不适 不满和各种不平衡 以便让他们进入爱 将他们交给源头 你们必须用造物者的眼睛 带着你们灵在的爱来观察这一切 这样你们就不会再根据三维的判断或态度前进 也就是说 不再通过应用限制性的推理 和依据旧城市设计的反射性行动来对待这一切 无论外在的情形 无论外在的情形如何 每个人都需要坚持内在的光 尤其是当这些情况充满压迫力时 不要忘记 你们是来成为黑暗中的光 只有光是真理 其余的都是在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示的爱的时候的造物 你们是一的完美创造 你们都来自源头之心的纯粹振动 当你们允许自己进入这个无限的能量时 你们就是在从源头的心中创造 你们将能够在你们的意识中转化一切自身和集体中的扭曲和不平衡 我们还想谈论一下你们非常喜欢的预测 它们只是可能的潜力 可能的概率 对应于给定时间内的一组振动 如果人类在一个方向或另一个方向上改变了这种振动 那么事件或可预见的情况 就会根据由此产生的振动速率进行转换和新的对齐 意识到你们可以改变或调整你们的时间线 通过专注于你们真正想要的新世界 而不是集体中浮现的旧能量和恐惧 你们将进入更加光明的时间线 并加速新地球的显化 源头的无条件的爱流向你们每一个人 只要你们选择敞开你们的心 你们就能够进入这无限的爱之流 我们无限爱你们 我们就是你 给你们我们全部的爱和光 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祝福 我是Mira 谢谢你和我一起玩味冥想美学 绽放疗愈光彩 感恩奇迹终将到来 一起迈向新世界 感恩奇迹